我覺得這個都很大C級,這個是冠軍作品來的 這些好像是一個比賽來的 對,沒錯,我們走賽都會這樣 好,我們帶大家看到,不一如以往 動漫節是第一天的早上 第一天算少人的 因為今天是要上班的 明天是真的 沒錯 今天來這裡的大部分朋友 他們排隊入場排很久 要消費,美女可以不用遮住樣子 讓大家看看美的樣子 但是今早出奇地 排頭位的人不用衝 最頭的幾個沒有衝 最頭的幾個很慢 因為他們已經是實名登記了 其實都是比以往好 因為實名登記 其實沒有那麼衝 接著就是一堆外籍人士 外籍人士是不同的 外籍人士是賺錢的 跑完這檔,跑隔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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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藝術家或者設計師 他們做了一個武俠題材的參展 但是這裡看起來不止十位 對,裡面包括有些台灣和香港設計師 我們要看一些名字才行 這些好像是一個比賽 沒錯,我們走錯了地方 這裡就是另外一個叫做 原創動漫人形設計比賽 狀粉展區 十成公里是在那邊的武俠 其實它是在一起的 都是同一個設計單位一起搞 武俠就是比賽的名字 正義武俠大列盟 我們先看這裡 因為旁邊就是十成公里 那些是大師級的 一起玩 我覺得這個也很大師級 這是冠軍作品 有什麼評論 我剛剛正在看 我看到有個歌 很認真在看 我正在看 這個參賽者是偽高人膽大 因為其他人都想認識 最厲害的關係 但是它連顏色都不用上 就已經拿了冠軍了 其實一看那個雕工 你都已經知道 非同小可 有些像我們宋聖的朋友 原聲良的感覺 沒錯 我正想說 因為剛才我們剛剛 在3-0和7的 booth 都看到原聲良的作品 那個新作品 這個其實那個風格 也有點像 這個實至名歸 看得多有趣 我可以慢慢欣賞一下 他的細節 這個作者叫做黃一傑 這個叫做殭屍操控者 范羅勒 范羅勒 即是他後面的 還是用泥呢 這個應該是泥雕來的 因為你看到地台 你可以感覺到 它有吻了一些泥 對 這個完全是 其實看了很多細節 你都看到那些 就是 泥黑的效果 經過這幾年的洗禮 我們那個知識都豐富了 因為大家看到 內行人都會說 這是泥來的 對 那隻殭屍的肩膀 可能是另一種物料 可能是膠片 再噴灰 加上去 很多東西都這樣 用一些現成的物質 去自己做一些 對 你看到那個下身 有些中文字 都是用泥 整上去的 你說 這是一個墓碑 是 這個墓碑 是 應該就是 爆了一個墓碑 爆了一個墳 畫了一個墳 然後 這個范羅勒 應該是前面的女生 召喚了一隻殭屍 然後就操控這殭屍 薑屍是叫做 將軍晚山道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說 雕工是不是很花巧 其實 雕工的方法 就不至於說 是很特別的方式 不過 所有東西都在 那個概念上 那裡 設計本身 挺不錯 這個先 還是 我們繼續看這個先 我們先看 那些冠軍 我們剛剛看了 應該是 公開組冠軍 對 這是公開組冠軍 這是公開組的 一些參賽者 參賽作品 其實他們 就算是普通參賽者 始終是公開組 他們做的作品出來 都真的 非同小可 都去到一個 頗為專業的級數 我覺得 其實每一個 因為這是一個 角色的設計比賽 有些文字介紹 也不會很長篇大論 只是一些 背景 令事情更立體 下面還有這個 叫做 八旗大蛇 大蛇 大蛇 很有趣 他把大蛇 做得挺可愛的 風格 這個 個人風格比較重 我覺得這個 挺有趣 我們也不要說 因為太多作品 我們也不花太多時間 在一些作品上 即是單一作品上 我們主要 就讓大家看一看 如果真的有興趣 想了解更多 可以直接過來這裏 動漫節展區 我再看看 這個 學生組 學生立體組 的冠軍 這個 參賽者 叫做梁家銘 你的作品名稱 叫做 不撈之身 這個是不錯 這個 反而是真的不錯 這個 其實這個 做得真的不錯 比例很大 好像挺有趣 應該是用鐵線 拌了些泥 去做的 這個很有性格 很有氣氛 也轉過來 也說一聲 因為時間有限 如果真的想多看一些 可以自己過來看 這個是公開組的 參賽作品 這個很熟悉 反而 這個是上次的 紋身師 是 他是紋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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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的 那 用了那個 來做一個叫做 奧拜 是 迪卡星 迪卡星的奧拜 我認定了 奧拜的收拾數 奧拜 不知道會不會被 抓包龍爪手 抓了它 那 這裏就看完了 我們就過去十成功力 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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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就是一些大師級的作品 十成功力 哇 這是一個台灣的雕塑藝術家 叫許山姆 許山姆 咦 許山姆就是Sam虛 哈哈 好啦,也有上次Wincent介紹過他的作品 神雕大俠,楊過,Vincent Ma 我想說這個神雕大俠,他有說過是劉德華的版本 而且劉德華的版本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他是斷左手的 因為拍戲的時候,因為在小說中他應該斷右手 但是劉德華用不到右手拿劍 他就改了一個圓柱,就變成斷左手 即是用不到左手拿劍 然後也有一些大家沒看過的作家 上次沒有說過,他們沒有上來 這個Johnson John Dock 這個有點像葡萄藝樹的Monster 那隻無名字的怪物 Johnson這個設計其實跟他之前的Buddy Bear 很接近,都是風格 很歐式的油畫風 那這個就是威哥 威哥的作品 上次注入了很多情感 這個是我弟弟 不是,就是Kevin Lo 這隻眼前一亮 他還要用某個公司牌子的Buddy 哈哈哈哈 他上下身的對峙好像一張Pair牌那些公仔 這個很有趣 叫做養蒼天 因為他的善長 Kevin是善長一些現成的散劍 或者一些藤記的東西 合成的 好環保 他就不是用雕塑的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Figure設計師出身 他就不是說是雕塑還是藝術家出身 所以他的技法有些不同 因為,說真的 如果講技術 我們的門外漢 你的技術去到 某個層面對於我們來說差不多 但如果你說創意 Kevin這隻很厲害 我覺得 這個是絕對眼前一亮 即是偉老爺 起碼他的概念 他傳達的東西 他給你很明顯 那他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不是每個人都看到他想做的事情 是嗎 其實外國朋友是很乖他的圖 但外國朋友是笑的 我反而覺得 Kevin這隻 一看就已經是 這類似歐洲的雕塑 可能是 很少可玩 應該很開心 如果Kevin看到他 人家 人家要知道自己的位置 我喜歡這隻Ultra King的手掌 這個也挺有趣 手掌很棒 這個也挺有趣 這個變成產品的機會很大 他這個 他這個 他左手的布的文理 控制得挺好的 他不知道 他應該是有些方法 因為他抓得很準 我覺得 是刁 真的好像布一樣 對 其實實際 都可以肯定不是布 但他可能本身是用布的圓形來 偷掌名 是否是方大俠人 偷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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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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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去完